大家好,我是刘欣 这个系列无需用太多的语言去诠释 我一直认为能够走进人心的故事都是好故事 哪怕它没有想象的那么浓烈 抽丝剥茧的叙述方式 往往总会带来深刻的人生体验 故事越深入越容易直击人心 好了,前续就说这么多 我们继续讲述巴兰兹亚后半生的故事 我曾经爱过的一切都失去了 巴兰兹亚看着前前后后马上的骑士 以及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疲惫的侍女 沮丧地想着 我以高昂的代价换来了未来更多的财富和权利 我现在能理解泰布塞布定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些 显然获取数量的多寡 肯定是由付出等额的代价来衡量的 当然 对我们来说为了这样的代价 所付出的一切应该也都是值得的吧 巴兰兹亚很享受目前所得到的一切 之后他骑上了一匹黑色母马 身披黑暗精灵制成的闪亮的锁子甲 出发了 远处看着宛如一名惊艳老道的战士 随后的几天 他的队伍穿梭在尘封陡峭的山路上 途中伴着晚秋的寒风和越发稀薄的空气 朝着斜阳的方向一路盘旋 此外陪伴着异星人 还有深秋盛开的黑玫瑰 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 这些黑玫瑰生长在尘封高原上阴暗的角落里 即使是最为坚硬的岩石 或是最陡峭的山脊 都对他们那顽强的生命力无可奈何 在沿途经过的小村庄和城镇里 衣衫蓝旅的黑暗精灵们聚集着 有的高喊着他的名字 有的多少也会打个简单的招呼 随着距离尘封中心地带越来越接近 他们越发的不自在起来 这些骑士大多数是红卫人 此外还有少数的高精灵 诺德人和布莱顿人 他们不自觉地聚拢在了一起 即使精灵骑士也开始变得万分谨慎起来 但是此时巴兰兹亚确实有了回家的感觉 他感受到这片土地在欢迎着他的回归 仿佛这一切早已是属于他的了 西马丘斯在一名骑士的陪同下 在哀伤之城的城郊接见了他 巴兰兹亚注意到这名骑士 有着一半的黑暗精灵血统 身着帝国式样的战袍 在这条笔直地通往城里的大道上 政要们正坐着庄严的演讲 欢迎他的回归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新的王后长袍 回到府邸后 西马丘斯将军说道 当然你可以根据喜好再修改一下样式 随后他就开始详谈 将于一周后举行的加冕仪式 他独自在那里侃侃而谈 然而巴兰兹亚多少有些心不在焉 他非常期待巴兰兹亚能够批准他的安排 期许得到他的肯定 这很不寻常 事实上他此前从未渴求过得到他的赞赏 西马丘斯也从未提起过他在帝都过得怎样 自然更没有提起过他和泰伯塞布丁的运势 尽管巴兰兹亚相信侍女德莲尼 一定早就亲口或者血性把一切都告诉过他了 这个仪式大部分继承了哀伤之城黑暗精灵的传统 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帝国的元素 他宣誓为帝国 为泰伯塞布丁 同时也是为哀伤之城的子民们效力 并接受了人民 贵族和议会的效忠 这个议会由帝国的使者 以及本地的居民代表组成 这些代表大多是继承了精灵族传统的长老们 巴兰兹亚发现他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试图调和这两种力量 帝国要推行一系列改革 或多或少都和精灵的传统习俗有冲突 长老们大多又不太乐意 即使是泰伯塞布丁定下的新规矩 也要符合神的旨意 这位女王上任后 就投入到了学习和工作中 她的内心一直充满着对人类的爱 此外 她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乐趣 这也是西马丘斯早先承诺过的 心灵以及权力上的乐趣 同时 她也对黑暗经营的历史和传说 有着浓厚的兴趣 尤其渴望了解她的祖先 和那些足以为傲的战士 以及那些能力高超的工匠技艺 泰伯塞布丁统治了将近半个多世纪 在这些年中 巴兰兹亚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见到过她 泰伯塞布丁兴奋地见过她后 他们也总会对帝国中的一些事情 促悉常谈 但是她似乎已经忘记了 他们那些过往的藏经 以及政治伙伴的关系 当然这些年她也改变了许多 尽管有传闻称 她的法师们在不断地利用魔法 为她注入活力 真神的神殿也授予了她不朽的能力 但是有一天信使来报 泰伯塞布丁驾崩了 她的孙子佩拉吉奥斯登基 他们是私下收到这条讯息的 西马丘斯 这个曾经的将军 现在已经是她所信任的首相了 这真是难以置信 巴兰兹亚说 这就是人类 他们的寿命短暂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的权力还将继续存在 她的子孙还将执掌大权 可她也是你的朋友 难道你一点都不悲伤吗 她耸了耸肩 你们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一些 你有什么感觉呢 巴兰兹亚 很早以前 他们在私底下就已经不用正式的头衔来称呼彼此 空虚 孤独 她说道 同样耸了耸肩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的感觉了 是啊 她轻声说道 一边挽起她的手 巴兰兹亚 一边扬起她的脸 吻了上去 这样的举动让她感到错愕不已 她不记得她以前有没有这样碰过她 她也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但这不可否认的是 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她身上蔓延开来 她已经忘记了她有多好 那种温暖 不同于泰伯赛布丁那种令人窒息的灼热 这是一种令人慰藉的热情 令她联想到了 想到了司徒尔 司徒尔 可怜的司徒尔 她几乎已经把她给忘了 要是她还活着的话 应该已经步入中年了 早已结婚生子 又或许都已经有了一群孩子了 嫁给我吧 巴兰兹亚 喜马丘斯说道 她似乎读出了她关于婚姻 妻子 甚至孩子的想法 我所做的一切 一切的辛苦 已经等待了很久了 不是吗 婚姻 一个有着重地梦想的女女 这样的想法陡然的 明确地出现在她的心中 不久前她还在用同样的词找 异想着司徒尔 现在呢 好吧 如果不是西马丘斯 还能有谁呢 这个为什么不能考虑呢 不少尘封的豪门 在泰伯塞布丁完成的统一大业后 签下条约之前 就被抹除掉了 当黑暗经营的统治 再次建立起来时 已经不是原先的那群贵族掌权了 大多都是像西马丘斯 这样的新贵 那些贵族甚至都没有她做的一半好 她捍卫了癌伤之城的完整 而那些所谓的餐食 只会不断地鸡蛋里挑骨头 恨不得早早地把她拉下马 她为癌伤之城而战 为她和她成长中的国度而战 忽然间 她充满了对她的谢意 笔记无可否认的爱意 她坚强而又可靠 为她奉献 为她着迷 为什么不呢 她笑了 直起她的手 回吻着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私下的关系 这个联盟还是相当牢固的 尽管泰伯塞普京的孙子 佩拉吉奥斯一世对她有点偏见 但她还是相信父亲的这个老朋友的 西马丘斯依然被尘封的老顽固们怀疑着 她那农村背景 以及和帝国紧密的联系 都是他们怀疑的根源 但是这位女王却有着 不容置疑的高高在上的权利 巴安自亚对一切都感到很满足 人们安居乐业 过着充实富足的生活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 岁月迅速地流逝着 尽管风暴 饥荒的危机还有在解决 阴谋还有在挫败 艾伤之城却依然繁荣 她的子民安全富足 矿产和牧场产量稳定 一切都稳中有生 而她此时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子嗣了 常理来说 精灵的孩子不是那么快就会诞生的 出生贵族的尤为明显 因此有的精灵夫妇 需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来诞下后代 正洁在于五 西马丘斯 我的身体可能有问题 巴安自亚痛苦地说 如果你想另娶 我只爱你一个 西马丘斯柔声说道 也许并不是你的问题 而是我的呢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也许是能治愈的呢 这怎么可能 这样的事怎么能说出去呢 委托一名医师怎么来看都不可靠 假设我们稍稍改变一下时间和情形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无论我们说或不说 流言蜚语都是止不住的 于是祭司们 医师们 法师们来了一波又一波 不过他们的祷告 药剂 或是魔法 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无计可施的他们 就认为这对夫妇还年轻 告诫他的精灵们 还有的是时间 无需过意着急 晚饭时间的大厅里 巴兰兹亚百物聊赖地坐在餐桌前 把盘子里的食物推来推去 西马丘斯 被泰伯赛布丁的曾曾外孙 尤里尔赛布丁 争召进了帝都 亦或是曾曾曾外孙 他数不过来了 记忆中他们的面孔 越来越模糊 也许他应该和西马丘斯 一起去看看 但是来自提尔的代表团 又带来了一堆烦心的事情 一名游鹰诗人 在大厅外的壁刊里头 卖力的歌唱 可是巴兰兹亚 对此无动于衷 那些个谣对他来说 都是千篇一律 直到这位游鹰诗人 开始了关于自由 冒险 将陈锋 从锁链上解脱下来的唱段 这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是如此大胆 巴兰兹亚站起来朝着他撇去 更糟糕的是 他开始唱起了那些 天际古老的诺德人的战争 以及英雄般的王 艾德沃德 和莫拉雷因 以及他们的英勇的战士团 故事是够老的 但是很显然 这个唱段很新颖 至于意义 巴兰兹亚还不能确定 这个游鹰诗人 可真是胆大包天的家伙 不过他的语调强势 而富有激情 配乐相当入耳 此外 尽管有些不修蝙蝠 但是的确长得还不错 看起来很年轻 为什么他过去 还从来未曾听过此人 他是谁 他对晚餐的同伴们 低声说道 同伴耸了耸肩鼠 他称自己为夜鹰 陛下 没有人知道关于他的事 甚至没有人提到过他 我想他唱完后 带他来和我谈谈 果然这个自称夜鹰的人 来到他的身边 感谢他慷慨的赏赐 并以女王的地厅为荣 他这才发现这个看似粗豪 张扬的人 礼节上并非没有独到之处 他可以很快就和周边的人打成一片 但是常人却很难去了解他 原因是他能把所有的问题 全以玩笑的方式搪塞过去 而且讲法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又十分风趣绅士 很难让人有反感之意 我的真名 夫人 我 我谁也不是 不 不 我的父母给我取名为 No man 又或者是 Nobody 这些都不要紧 父母怎么能给他们 不知道的东西起名字 啊 我相信那是名字 我不记得已经用夜莺这个名字多久了 哦 也许是上个月 要不然就是上周 我所有的记忆都变成了歌曲和故事 你看 我对于自己却不太上心 是不是很好笑 我来自哪里 诺伊尔 我了解了 你会和阿特叔结婚吗 您的洞察力很惊人啊 夫人 也许大概吧 不过我觉得 英海斯特有时也很迷人 哈哈 你平时都是这么善变的吗 像风一样 夫人 忽冬忽西 忽冷忽热 机遇就是我的外套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和声的 阿兰兹亚笑了 如果你愿意 那就和我们一起多待一会儿吧 如您所愿 夫人